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陶坦卡蒙十八歲死了 所以家裡亦沒有人繼承 後來由他的宰相阿伊繼位 阿伊死後軍隊統帥 佛朗黑布又謀朝散為 但因為他沒有兒子送中 所以皇位又傳給後來 建立第十九皇朝的拉美西斯一世 拉美西斯不是皇子 而是法老霍朗黑布手下的德力大臣 以前的霍朗黑布是一個軍事統帥 所以拉美西斯一世 當年是跟著法老南征北戰 亦十分受霍朗黑布的信賴 拉美西斯一世繼位時已不年輕 而且繼位一年已死 亦沒有留下任何事跡 而他的兒子是塞提一世 塞提一世在軍事外交 甚至在建築上都有成就 他的時代在埃及歷史上 藝術和文化大爆炸時期 卡納赫阿蒙神廟中壯觀的多柱廳 就是在他這時開始建立 但他還未完成 一直到他的兒子拉美西斯二世才建立 塞提一世在帝王谷的霧月 是帝王谷法老中霧月最好的一作 和入口到最後的霧室 水平距離已有210米 而垂直下降距離已有40多米 巨大的岩石洞被劃成了地下工地 長壁和天花板也佈滿了壁畫和裝飾 非常漂亮 霧月的入口是在半山腰 有很小的通道通向霧月的深處 他死後繼位的是他兒子拉美西斯二世 拉美西斯二世應該是古埃及史上最出名的帝王 他不僅有能力而且很長命 他媽媽陶雅是將軍之後 他媽媽和他父親賽提一世生了兩男兩女 他不是大兒子 但大兒子在很小時已經腰折 所以拉美西斯二世在上位時非常順利登基 很小時他父親經常帶他去參加戰鬥 作為繼承人亦受過良好的教育 算得上文武相傳 他在二十多歲時已經繼位 去到九十多歲才死 他一生人娶了很多老婆 亦生了百多個子女 在當時埃及人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多歲 他比一般人長命一倍還要多 很多老婆和子女都已經死亡 因為他太長命 所以他亦起了無數超級工程 例如那個很有名的 有四個人坐著的阿布辛貝神廟 一條長達兩公里的獅身羊頭像大道 他亦打贏了古代世界最厲害的一場戰役 即是卡蝶石戰役 究竟是否真的打贏呢 我們看看十八王朝 有一個以今日的土耳其為中心的黑梯帝國 開始崛起 亦成為這個時期近東的霸主 後來這個國家和埃及開始交互 在他父親賽提一世的時候 已經有幾次和黑梯動武 兩國的邊境上亦經常有很大的磨擦 在拉米西斯二世初期 他組成了一支很大的隊伍 然後就先去奔赴善 在卡蝶石和黑梯的軍隊發生了軍事衝突 這次亦是兩個國家第一次大規模的正面交鋒 拉米西斯二世曾經被敵方派來的一個奸细引入了伏擊圈 亦被人打得連頭盔都不見了 總之很狼狽 就在他準備戰敗的時刻 他竟然幸運緩軍來到 拉米西斯二世 就在危急關頭被他的人救回 兩軍亦開始激烈的戰鬥不分上下 其實沒有誰說是絕對贏了 但拉米西斯二世是一個很懂得包裝自己的人 他將這一場不分上下的戰爭 吹噓成為埃及大勝 在卡蝶石戰役之後 埃及及黑梯又斷斷續續進行了長達16年的衝突 大家亦沒有分到勝負 最後雙方亦經過談判 替結了和平條約 這條約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戰爭和約 條約規定雙方不單止互不侵犯 而且還要相互支援 亦要化敵為友 黑梯的國王還將自己妹妹嫁給拉米西斯二世 雖然埃及搞定了黑梯這一邊 但埃及這個時刻 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亦開始發生變化 究竟是甚麼變化呢? 我們下集再說 我是陳老師 課真價實講講埃及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